丹姐 你好 包包 我的天 好久没见 但是我觉得 我这次见你真的又瘦了 瘦了 之前瘦一点点 是因为我最近在录歌手 第一名 不过你如果要不是 我觉得可能对你会更好一点 人要受点委屈 是 真的 你刚刚三十岁 擦边你的人生还早着呢 作为一个歌手 最好的年龄都没到 因为唱歌是要靠内心的 要靠你的人生阅历的 你早着呢 你受点挫折吧 你不能太顺了 你给今后攒一点吧 真的 那些根本不重要 我们演的戏 我有多少 我觉得演的特别好的角色 我觉得这回肯定无声无息 我演的烂戏 我觉得这叫什么 火了 所以这个东西 这他不 我明白 在这个行业里 太无所谓了 我们只在乎过程 认真的准备 努力 然后至于结果 送给大家了 送给大家 好啊 我想没想到我能够认识丹姐 我觉得算是一个福分吧 就是 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 就会给我很多的关爱吧 丹丹姐她会经常分享 她的人生阅历给我 她能给人带来很多的温暖 我也想要去尝试去做这个事情 如果说《好想爱这个世界》 这首歌 它是治愈歌曲的话 那我只希望这首歌 能帮助到所有的人 这个歌其实是讲一个 关于抗抑郁症的一个故事 我希望这首歌 大家听到的时候 能多关注到自己身边的 有这个症状的朋友 希望没有生病的朋友 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她生病了 第一反应不是 我觉得你平时看起来挺正常的 就不要觉得她是在开玩笑 她可能是真的很脆弱 她那一刻 她愿意主动跟你提出 她生病了 那证明她把你当作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 给她很真切的一个关爱 不需要付出太多 只是你就陪陪她就好了 其实就很简单